我們現在人在 新竹高鐵特區 竹北這邊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今天來到新竹的竹北高鐵特區這裡 我們小鎮 小鎮好久不見了 但是今天颱風天 你看外面風這麼大 我不小心被吹走了 你去哪裡穿這樣是怎樣 真的快被吹走了 我們還在這裡 樹會不會掉下來 沒怕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有房子可以看 是什麼地方的房子 風浴 那高鐵特區現在這邊 那我們還是趕快進去房子裡面 房子在什麼地方 前面 好走走走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有有名的拉麵店 支援超過一百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小鎮 小鎮 你說的是這一個 沒錯 你說風翼是不是 對 明日軸 軸心的軸 沒錯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有一點不太一樣耶 一般的停車塔都是設計在地下室 它這個停車場是在上面一到四 一二三四 好像四樓的樣子 所以它是下面是停車場上面才是住宅 對 那跟我們去吉隆坡那邊看到很多房子很類似 然後大門在那個方向 那附近其實律覆率非常高 非常高喔 你看這邊還有好像這種小橋流水 那邊我們剛剛站的那個公園 那這邊比較屬於低密度的住宅 我印象中高鐵特區應該都是高樓大廈林立 沒錯 那這裡怎麼只有這一棟 還有這一棟 所以這邊的房子動具應該都非常好 非常舒服喔 前面那個就高鐵的軌道 所以它剛好就在軌道旁邊 所以它的軸是那個明日軸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囉 進來了 看起來好像戶數很單純 關起來 我們剛剛在樓下看到 居然有那種小朋友在那邊彈鋼琴 這邊有鋼琴室 聽說還有什麼 籃球場 對 還有游泳池 游泳池 公社很棒耶 然後它的大廳其實就是非常 去封藝 大家也知道它很會做這些公社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這是什麼房型 大三房 大三房 外面咻咻叫 風真的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客廳真的很大耶 所以它這個本來是自住嗎 對本來自住 它對封藝 怎麼那麼空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玄關 進來了以後 你看我們鞋子放這邊 然後有一個這個區域 看起來大概 因為它這個是八十八十的石英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的大小大概至少有個 應該一米半乘一米半的一個空間 一米半乘一米半的空間 就是玄關其實是滿足夠 然後它這邊鞋櫃全部都做好了 當時應該算自住的時候 所以會做的比較完整 然後它有做一些小細節 你看那個上面有那個通風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邊都有通風 所以比較不會悶在裡面 大概這樣 可是這邊怎麼開 這邊 這應該是假櫃 應該在另外一邊 大概是這樣 系統櫃的部分 然後做一個假屏風 然後轉過來這邊就是客廳 這邊就是餐廳 我們先看客廳 它客廳的大小 從這邊看 這個寬度沒有很寬 但是深度非常深 一二三四五 大概快四米耶 大概快四米這麼寬 所以這個沒有做電視背墻 有點可惜 因為該從這邊做個電視背墻 到那邊去 這樣子 整個收納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整個更有氣勢 因為它現在是一片白墻 然後做了一些間接照明 裝潢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是簡單裝潢 然後沒有做天花板 所以它只做了一個主燈 一個吊燈 然後還有這個 看起來很孤單的沙發 大家再自己去弄 那因為外面是風非常大 我們就不出去 它這邊放了很多盆栽 小鎮 我可以拿一盆走嗎 我想要拿一盆 仙人掌 種的非常多 這個陽台大概 三房是蠻OK的 但它現在就種一些盆栽 然後有一個椅子在那邊 所以你在那邊喝咖啡還不錯 然後看出去都是一些新的房子 對面那個感覺還蠻高級的 這邊好像都是貴的 聽說你們高鐵現在一坪佔上多少了 八十萬 八十萬 是不是幹掉新肥了 是不是 然後這邊 餐廳 餐廳現在放一台腳踏車 一台鐵買在這裡 所以腳踏車可以 這麼大空間 這裡目前也是什麼櫃子都沒有 我覺得 可以把它當成加一房來使用 加一房 並不是說是一間房間 說它有一個多功能室 可以當餐廳 可以當書房 可以當一個會客區 泡茶區 喝咖啡區 所以這邊櫃子一定要做 這邊做一整排的收納櫃 然後收納櫃不要全做櫃子 中間可以放一些裸空的 可以放咖啡機 烤麵包機 還有紅酒 放紅酒的地方 就可以在這邊 然後中間 再請系統櫃廠商做一個長桌 這個應該可以做到六人 六人長桌 然後上面燈做一整條 然後往下投射 你在這邊 朋友在這邊 小朋友在那邊看電視 多爽啊 是不是 然後我們再來看 往這邊走 就是它的廚房 這個廚房 老實說 以三房的格局來說 也算是比較相對大一點的 然後它把 這是玄關區的這一半 後半端 這邊是鞋櫃嘛 往那邊開 這邊是電器櫃往這邊開 這是它自己做的 然後這邊放冰箱 冰箱 大概是這樣子 一個L型的 然後配人造石的檯面 BOSH應該當時 這個洗碗機應該當時就配了 應該是原廠標配 林內的 3G的部分好像還不錯 然後它這個洗碗槽 配的是人造石的檯面 有沒有 感覺這邊是一體成型的 它這邊有做一個收編 所以把它做得很像一體成型 這人造石的 比較不會有這種咚咚咚咚咚 因為一般是不鏽鋼嘛 所以你水在滴的時候 會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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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大聲 但是這個人造石的就比較不會有聲音 有一個建設公司都標配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陽台的大小 後陽台沒有說特別的大 但是也不小 那邊有一個小空間 大概是這樣 它對的是天井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比較不會有烘焙刷 但是這樣子就是採光會比較差 各有優缺點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 然後它已經附好這個洗衣槽 洗衣槽都配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 工領域的部分我們都看完 接下來我們看三間房間 還有一間廁所 我們先看廁所好了 看過來 它這個廁所還蠻大間的 三建築的 然後地板都是這種大理石 大理石 花崗石的部分 全部是石材 質感很像飯店 馬桶它是配 這個衛浴是配TOTO 但是有一個對外窗 很不錯 這現在能夠配對外窗 算不錯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三間房間 對沒錯 第一間 這是 這是應該是次卧 次卧的大小 地板它是貼 目前是貼這種 SPC的 卡扣式 目前也都沒有裝潢 只有配冷氣的管線在那邊 應該配管都配好了 然後對出去就是 人家的露台 欸 那是人家露台欸 怎麼那麼爽啊 露台超大 可以跟下面借醬油啊 好 那我們 這是第一間 的部分 但是它這個好像有一點點的這個 裂縫 啊 它是輕格間啊 所以到時候請油漆來處理就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間 第二間這一間就是客房 客房的部分 客房其實也蠻大 它這間好像跟次卧差不多大欸 對 喔 這個 現在客房 有這麼大的客房 這已經快上主卧室的大小了 然後看出去 也有一個冷氣的格柵 冷氣格柵在這裡 但是冷氣它目前已經都拆走了 所以目前沒有冷氣 那看出去是另外一個社區 好不好 這一間是客房嗎 怎麼這麼大間 來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間 主卧室 其他三間房間都不小間欸 這應該算是大三房 沒錯 來 這樣子 這樣 那 看出去的景觀就是 好像一個籃球場 對 那是公有籃球場嗎 對 然後這都是一些新房子 那高鐵的軌道就在那裡 那剛好我們是面這一邊 所以你應該是不會聽到什麼很吵雜的聲音啊 面前面可能會 但是面這邊可能都不會聽到 那下面就是剛剛那個 有沒有那個 露台戶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衛浴 衛浴的部分 有配一個TOTAL的NEO REST 這一個齁 如果插電的話 它會自己感應會打開 這一個很貴 超級馬桶 然後台面跟外面的一樣 全部都配這個大理石的 花崗石 地板也是喔 好像封翼比較會配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試建築的 配乾絲分離淋浴 加上有一個浴缸 那這個浴缸看出去 還是要拉窗簾 不然對面會看起來 看進來 這個廁所還不錯 而且對外床 兩間都有對外床 這一間的對外床超大耶 小戰 這個地方離高鐵的車站 你說幾公尺 大概要走多久 大概走五分鐘 五分鐘就可以到 高鐵車站 所以我如果要去台北 要去台中 或去高雄 走路五分鐘就可以到 所以地理位置 離車站 五分鐘的地方 那這裡離園區大概多久 園區走經國小 大概12到15分鐘 開車12到15分鐘 十幾分鐘 沒有塞車是不是 塞車的話 兩個小時都不會到 就沒有塞車的話 這邊應該很多園區的住戶住這裡 應該說這邊很多住戶應該都園區 看那個 走在那個大廳裡面 往往的人 西來人往的那些人群 看起來不像高大上的那些科技新貴 看那邊就知道 然後他們的小孩都在彈鋼琴 不然就是去打籃球 超棒 那這個住戶的素質 我想應該都是非常好 那我們好好來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地理位置我交代完了 這個房子總共平數是幾坪 總共建平是60.06 60.06是含車位 它車位在上面還是下面 它車位在四樓上面 上面的 所以在上面的 就是有時候像這種颱風天 很擔心下面會淹水 對不對 我們停上面就不會 也是有這個好處 所以它是一個上面的停車位 那扣掉那個車位的話 它的主建物是幾坪 建坪是52坪 建坪52坪 建坪52坪 建坪 你電話 好我們趕快 建坪52坪 然後主建物就29.30坪了 對 那有洋台坪就30幾 對洋洋台33坪 33坪的使用空間 的大三房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現在目前開價3088 3088 3088 三千萬 3088這樣子一坪大概要多少錢 現在56萬 56萬 56萬 你剛說不是80 怎麼只剩56 所以這個房子就是新房子 新的預售可能有到80萬去 但是這個是中古屋 那它有做一點小小的裝潢 我是覺得這個有跟沒有 沒兩樣 幾乎沒什麼做 只有做天花板的間接照明 可能算是冷氣包管而已 連天花板都沒做 所以竟然你還有很大可塑空間 然後整個社區已經進入營運狀態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前面那一段時間的那個 裸裏巴說管我會怎麼樣的事情 這個應該是比較 比較穩定一點的社區 那我們 那我們今天感謝小鎮 帶我們來看這個房子 如果你有想要來這邊看房子的人 歡迎跟小鎮 有下方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你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們聯絡 低著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 歡迎找小鎮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自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如果年快到了 你們是不是想著如何除舊不新呢 推薦大家這台德國沙巴雙渦輪吸塵器 這台吸塵器擁有非常好用的專利利降 可以直接一卡就上 放著的時候就可以立著 然後打開 擁有十萬轉的馬達 針對像這種毛毯地毯吸力非常的好 吸完以後它就直接立足 搬踏去 主機就拔起來了 防蠻刷頭 床單啊或者是沙發都非常好用 那如果是比較細微的地方 可以換這種尖的刷頭 然後它有斷式的 看你要不要刷毛 有兩種規格可以選 那我選這個比較細的 直接裝進去了以後 針對這種細節的地方呢 可以吸得非常乾淨 非常輕便 直接帶到車上去刷也非常方便喔 足到購物中心零頭的價錢 原廠特別資源 歡迎多加利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壓力非常大 那你一定要來自 旺德卡拉棒 旺德卡拉棒擁有鋁合金的機身 以及高傳針的喇叭 連接藍牙以後 紓壓模式正式啟動 如果怕吵到別人 也可以接上耳機喔 最重要的是 平時它就是一個藍牙喇叭 通過NCC及BSMI認證 你的日子苦嫩嗎? 買一對來紓壓吧